好 你等会儿 小米 那个你是说 你妈和你弟 就是你老公公 那个他俩谈恋爱呢 要不是因为 我跟詹发财离婚了 他们两个呀 早就在一起了 那挺好 那 那他俩登记了吗 还没 不过呢 跟登记也差不多了 我们全大洋村 都知道我爹跟我妈好 这谁要是想 拆散我爹跟我妈呀 我王小米第一个不同意 我们全大洋村的 老少爷们们 那也不能同意 肯定给他赶出去 真是的 这么严重啊 挺可怕的 那可严重了 可吓人了 你们救我妈 我王小米谁都不怕 我就怕我妈 那我妈那一个眼神 可凶惨了 就我妈这么一厉害人 是吧 谁要是敢拆散 我爹跟我妈 我妈能 找得了他们 小米 你不用那么激动 来 过来过来 如果他们两个人哪 感情那么好的话 那谁想拆散 也拆散不了 对吧 再说了 如果这两个老人哪 感情真是这么好的话 那你说谁能忍心 把他们拆散呢 是不是这个链 你们都踏踏实实的 忙你们的 我在这儿呢 肯定把你爹照顾得 好好的 健健康康的 等回头啊 你妈和你爹一结婚 天忆不是还能蹭杯洗酒喝吗 妈呀 天忆呀 肯定有洗酒 那那什么 你就忙吧 我回去了 那你不在这儿吃饭了 我不在这儿吃了 天忆 没事 我还会经常来 找你聊天的 好 我走了啊 天忆 那不送你了啊 走了啊 天忆 再见 好 来 给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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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继承 又抢我活 别别 来 盛饭是我保姆的活 你快坐着等时现成 来 给我 不用 不用 快给我 我哪能动他呢 快给我 我自己 我 站住 您慢带坐 我是上山上干活去 你跟着我干啥呀 我 我这不是怕你上山干活 你这人闷得慌 我陪你说说话呗 你看 我给你带水了 渴了还能喝 你热了呢 我还能给你摔着风 是吧 饿了 我还给你拿饼干了呢 我又不是出去旅游 你给我带这干啥呀 谁说旅游就得吃饼干呢 你干活带这个东西 不挺正常的嘛 你赶紧回去看家去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 家没事 我都把门锁好了 张哥 张哥 让我陪着你吧就 你慢点 张哥 这鲜饼真是好吃 你爱吃啊就多吃点 以后我就尝给你了 张哥 你还爱吃什么馅的 你就告诉我 做啥都行 能吃饱就行 那可不行 以后啊 不管吃饱 我还得让你吃得有营养 这馅饼真是太好吃了 一会儿我得给我孙子送去点 行啊 这么多呢 你都给他拿去呗 这么多呢 这馅饼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馅饼 你尝尝 拿走 拿走 谁稀罕你们家破案 这真是好吃 我不骗你 你尝 你尝一尝呗 我告诉你啊 小米和杨阳都说好吃了 杨阳和小米都吃了 对啊 那你放那儿吧 带会儿喂狗去 带会儿喂狗去 这破案 今天餐馆里不忙啊 看有他们在呢 也不太忙 用不着我 我一会儿去抓只鸡 中午啊 给你做小鸡炖蘑菇 不是 这马上到中午了 我再随便吃一口就行了 那鸡 晚上顿着吃呗 我这不是怕你忙吗 那一会儿再走了 想说做点好吃的 招待招待你 真是 不是 这次我来 我想多住几天 顺便我帮你看看 那养鸡场养猪场 怎么弄 真的呀 那太好了 你看我正好缺个诸葛亮 不对呀 有什么不对呀 你今天有点反常啊 你看啊 我没给你打电话 没邀请你 你就主动过来了 过来以后呢 还想住在这儿 咋的 这是想跟我征婚哪 那也不对呀 那你要是想住在这儿 那不就是往湖口里钻吗 哎呀妈呀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瞎说什么呀 来你那儿征婚的人 又不是没见过 那都是在城里 混不下去的二溜子 你这儿征婚的人 你这话啥意思呀 真是的 还高素质人哪 说话能把人噎死 还不如猴子呢 人家猴子见我 起码还表扬表演我 夸夸我啥的 你可倒好 告诉你啊 就你这样的 我还真瞧不上 倒给我两车萝卜 我也不干 我要是你 人流流无所谓 两车萝卜得留下 药萝卜干啥呀 晚上炖鸡呀 你们这些城里人 都算得真精啊 我发现 走啊 小米 去哪儿啊 这实地区看一看呀 现在就去啊 那可不 燕美 走走走 走 妈 你看这片地 我呀 已经把他们给租下来了 回头拿那铁丝 自王给他们一围 再把买位几十多小猪杂 给它放进去 就可以养猪了 那我觉得这边 得搭几间简易房 你说这看猪的 看鸡的 它总得有个休息的地儿吧 还有啊 咱那赐料 可千万别淋了雨啊 这淋了雨就不行了 盖房子简单 民村专门有盖房子的 只要你把钱给它呀 什么都给你弄好 就负责给你盖好就行了 这环境多好呀 不得这儿长大的鸡啊猪啊 那肉肯定好吃 那是肯定的呀 你想 这些猪吃的是粮食 喝的是矿泉水 欣赏着这么优美的 大自然风景 回头 我再给他们听听音乐 你想 那个猪听了音乐 他心情得多好啊 他心情一好 他长那肉 也是心情良好的肉 能不好吃吗 行啊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 越来越像一专家了 别跟我提专家啊 一起这两个字 我过敏 这新摘的菜呀 就是比你们城里新鲜 芊姨 芊姨 你怎么在这儿啊 亲戚啊 你们这是合伙欺负人呀 你们这是合伙欺负人呀 你妹妹挖我们家墙角 你三姨挖我们家墙角 你是不是也准备 挖我们家墙角 我就不明白了 我跟我妈是欠你们家钱呀 还是欠你们家命啊 你们要这么欺负我们娘俩 小米 你瞎说什么呀 谁挖你们家墙角了 你知道吗 为这事我跟姜丹 都吵了一架 我哪知道姜丹 把三姨当保姆给送过去了 你们就是预谋好了的 拆散我的婚姻 现在又来拆散 我爹跟我妈 你们是真缺德呀 缺德带冒烟 谁缺德 谁破坏二老婚姻了 你 还有你妹妹 你这诬陷好人啊 就你还好人 从第一次见你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 我告诉你啊 赶紧给我走 我们家不是拘留所 不接受坏蛋 我不走 你走不走 我不走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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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小米 我可以走 咱把话说清楚了 谁缺德了 谁是坏蛋 谁赴坏二老婚姻了 谁是坏蛋谁知道 你们这都是干啥呀 赵哥 赵哥 我知道 你对大难和发财的事 一直都有些看法 这我能理解 可是我对你 真的没想干什么 我就是 想找个伴 找一个像你这样安稳的人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挺简单的 你和刘姐的事 我也听说一些 可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 我来的路上 我都想好了 对于你和刘姐 我绝对不会做什么 过格的事 真的 反正我就是想 来了大家 先见个面 感觉好呢 就随缘 如果能成 更好 要是不能成 我就 接着给你做保姆呗 张哥 跟你说句实话吧 人到了这个岁数 挺怕孤独的 要是有人能说实话 我把哪儿都能当成家 反正我也是一个人 吃饱了全家不饿 张哥 你也别太为难了 你要是觉得 我接着在这儿干保姆 也不合适的话 那我明天就回城 我这就做 这就做 你吃饱了 你吃饱了 我这不是没说要赶你走吗 我儿子要是真给你开工资的话 你先在这儿干着 就当是到我这儿穿亲戚来了 吃饭去吧 你说她不会相助忙小米了吧 小米说她不有老婆了吗 那她老来这儿干啥呀 人俩是合伙人 怎么就不能过来看看 不一定 她不会是来找小米征婚的吧 有老婆了怎么征婚啊 对啊 行了 快陪乐乐了 我得吃饭了 二婶 不行 添双筷子呗 那你再吃吧 等会儿 我去超市买个小关头 快点啊 那个 你平时开车慢点淘子 我在这儿挺好 你就别惦了三姨了 行 行不行 回去吧 行 淘子 你车停哪儿了 不 我去 不是 三姨 你还是给我回程去吧 不都说好了吗 这 这 我不跟你说 我的事你别管淘子 烦人 你说都怨你 不是 三姨这事哪能怨我呢 你不来我就暴露不了 对吧 我要接着前逢的话 那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你说你这么一弄 我跟你说 淘子我现在想好了 只要你张叔和小米他妈 一天不领证结婚 我从现在开始就有堂堂正正的 大大方方的和小米他妈公开的PK 我这不算干违法的事吧 对吧 我也有追求我自己幸福的权利 对不对 就这么定了 你走走走走吧 你不用惦着我 你慢着开车啊 也是啊 王敏 王小米 王小米 你来干啥呀 我有话跟你说 你怎么还不走啊 话没说完了 我凭什么走啊 你还有理了是吧 不管有理没理听我说 你妈和张叔没理结婚证 那就不是夫妻 那既然不是夫妻 就不受法律保护 你妈 张叔和我三姨都是单身 既然大家都是单身 就各自追求幸福的权利 那就可以公平竞争 王小米 你最讨厌父母包办婚姻 那你为什么要包办父母婚姻呢 有理不在身高 凡事别胡了吧唧的 动不动就提高嗓门 关键是要提高素质 我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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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我这种词啊 他也不想出来 police 长得有点姿色 我那次见她那打扮 那眼神 就觉得她有点腰涕 我不想用她 那发财说 至于见客户 就要要这样的女孩公关 我也就没拦着 那天发财说 要带她去见个客户 就一直再没回来 我给她打电话 她就一直关机 我今天本来要去做检查了呢 我也没去 那没 你没问问 其他人没跟一块儿去啊 我问了 没有 她就带了她一个人去的 完了 肯定又出事了 那你说 她也不能跟那个女孩跑了呀 他们再认识几天啊 好 别着急啊 别着急 兴许 没什么事呢 你说会不会 出什么其他的事啊 我听说啊 有一个金矿的老板啊 他特别爱嘚瑟 昨天啊 给绑架撕票了 那是张发财 不就特爱嘚瑟吗 那实在不行 咱们报警吧 报啥经验啊 我估计可能也没啥大事 哥 怎么办呀 你现在知道就叫我哥了 一开始怎么不听我的 这个张发财 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一点都不靠谱 你们听我说啊 凭我多年的经验 三天人肯定回来 最多超不过四五天 刘哥 刘哥 你凭你是啥子经验呢 你要是现在跟我走 我还能带你失踪几天 这不用你洗 干吗 我自己洗 我自己洗 老哥老 你别总跟我抢活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别跟我抢活 行吗 你这不是抢活 你这是抢钱呢 你想想看 什么活都不让我干 那都是你自己干活 等你儿子来了 不给我开工资 我上哪儿出钱 是吧 你放你吧 别抢了 放了 您别客气了 行 老师给您洗 好吧 好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你现在怀着孕呢 来坐会儿 坐会儿 累了吧 还要是真跟那女的好了 我也不哭了 瞎说什么呢 这一天就胡说八道了 来来来 坐坐坐 这一开始吧 我就劝你别跟他好 你就是不听 脚上的炮都是自己 磨的 知道吗 孩子怎么办啊 该咋办咋办 没有他地圈不转了 你看王小米 这刚开始被张房台甩了 那也是 那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 那带着孩子走投无路 可后来呢 人家想通了 你看现在 比那会儿活得还精彩呢 是吗 王小米 他要是知道这个事 肯定特别结合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高兴 能爬到房子底 扯着嗓着唱歌 哥 你说你好好的 你跟他合伙做什么生意啊 你说我们都特别为难啊 你看你这时候你还惦记着他 我跟他做生意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必须让你跟他做生意 你有什么可为难的 是 你一开始我是挺烦他的 尤其他赖的我酒店不走那时候 给我烦的呀 可是后来 跟他接触时间长了 我还真觉得他人挺好的 人善良 而且他骨子里吧 总有那种不服输的劲 姜哥 还有就是你和张发台这事 让我总觉得欠他的 所以我就想帮一帮他 你不愧是看上他了吧 你瞎说什么呀你 你还是跟他保持点距离吧 那吴英呢 你俩现在怎么样啊 我现在一提到吴英 我头都快炸了 这都快半个月了 我怎么都联系不着他 这都快炸了 哥 发财的车 发财肯定回来了 慢点啊 张总 这个地道还可以吧 舒服 行 张发财 你这儿胡一张 胡一张 张发财 你这两天跑哪儿上了你 我 我去趟海南谈个生意 去哪儿了 海南 海南谈生意 谈成了吗你 他们真在考虑中 对方电话给我 要电话干啥 要电话干什么 我验证你是不是在撒谎 我怎么能撒谎呢 那你手机为什么打不通 手机进水了 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 哥 你别动手 我 戴戴 怎么了 哥 你别动手 好好说 张发财 我告诉你 我今天看着孩子份上 我饶了你 但是我警告你 你要再敢做对不起我妹的事 我打死你 你给我注意点去 戴 戴戴 滚 清新 刘姐 扫地呢在这儿 刘姐 来来来 坐咱进屋坐 我不用进屋了 就在这儿坐着吧 这儿凉快 那也行 你看 给你们送点面包 新鲜的面包 秋水最爱吃这个了 张哥 爱吃这个 你可不知道 前些日子 小米就用这面包 加上香肠做的热狗 她都跟我抢着吃 是吗 秋水这么多年 都一个人过日子 也没人给她做口饭吃 她就在小米家蹭饭 我要是做点可口的 我就给她烧过来 别说啊 刘姐 你今天来的还真是正好 我还正想问问你呢 你说 张哥 他平时 在爱吃什么呀 你说我问他好几遍 他也不说 他就说呀 你把生米煮成熟饭就行 他这人就是这样 他就是怕麻烦别人 这会儿好了 你来了 你整天专门给他做饭 一定做着他爱吃的 可口的 那是 那是 刘姐 张哥 到底最爱吃什么呀 他 土豆 最爱吃土豆了 土豆怎么做他都爱吃 糊土豆 炖土豆 溜土豆 醋溜土豆丝 还有那个 你等一下 刘姐 我就拿笔和纸 我记一下 好好好 死了 别急 小米 什么事 姜唐 你就别生气了 我问问你 那客户的事 联系咋样了 我差点忘了 要不这样吧 你看 我挂了电话马上联系 您放心 我们的产品品质 绝对没问题 您可以派人到我们的 生产基地去考察 去检测 当然 这个都可以签在合同里头 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我们三倍赔偿 您看 这样吧 我先给你小订一些货 看一下市场的反应情况 如果销售得好 我可以在这儿给你开一个 有机蔬菜的食品专区 那太好了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那好 那成 那就不打扰您了 好 好 谢谢啊 再见 我们这款价都可以吧 对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要求 来调整我们的那个品种 放心 只要你们的蔬菜 能够保证质量呢 是纯正有机 咱们以后就会长期合作的 太好了 我们蔬菜绝对是有机的 这可以保证 他呢 是宁可自己少赚一点 也一定要让来的顾客呢 吃好喝好了 保证身体健康 你们老板太好了 是 那成 那您留步 那以后再联系 好 好 好 谢谢啊 差点 行了吧 好 再见 再见啊 来 坐 咋呀 我渴死了 我说小敏 你也不为劳我没水啊 马上 我今天跑了二十多家 你猜我探经几家啊 几家 猜呀 两家 宝和对 接着猜 五家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八家 真的 我耍你根黄瓜 那这样吧 我聘请你当销售经理吧 我呢 以后就专心地养猪种菜 咋呀 你给个说吧呀 行不行啊 行不行 我接个电话啊 喂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小敏 小敏 我有点急事我先回去了啊 在这儿吃饭吧 我给你包饺子 不了 改天吧 急事 走了啊 那现在你慢点啊 我就从下午啊 我就开始琢磨着 晚上给你做点啥呢 然后突然想起 给你贴点大饼子 炒了个土豆丝 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啥都行 能吃饱就行 快吃吧 来 我给你吃 我 我自己来 多吃点 来 可好吃了 张哥 你怎么不吃啊 我中午吃多了 我中午吃多了 现在还没饿呢 拜拜 拜拜 咱就拎这么一蛋糕 就给大哥过生日 是不是有点 不够意思 那你啥意思啊 咱们这也得 给大哥包个红包吧 包多少 五百 那没意思 五千 差点意思 五万 够意思 行了吧你 大哥最讨厌你花钱 大手大脚那劲 你越大方 他越瞧不上 你以后在他面前 少张困 成 听你的 走 钱钱钱你就知道要钱 除了要钱 你还知道要什么 什么 我要跟你离婚啊 我告诉你 姜涛 没有钱就得跟我离婚 我这钱都给你花了 我这钱都给你花了 你还要什么 都给你了 行 你要是没有钱的话 那我给你纸条来险的路 你把你的车 房都卖了 还有这饭店 你给我租出去 熊坤 明明 你怎么说话呢 太过分了吧 我过分 我这还没说什么呢 怎么着 你们熊坤俩 呵呵我欺负我是不是 你给我滚 哥 你没伤人吧 你看你把他给惯的 你看你把他给惯的 你知不他刚才都 你先坐下 坐下 简直无法无天了 你刚才拉着我干什么呀 肚子里头不是还有孩子吗 孩子 孩子 我就说你们生个孩子 生个孩子 你生完孩子 他不就老是在家待着了吗 你以为我不想要孩子吧 他给我生吗 他成天这么作你 你就受着呀 都怪我不好 我对不起咱父母 我没管好咱这个家 都怪我 没给老江家留下 一个义男伴女的 都怪我 哥 我怪你 不是你的错 大 大哥 今天是你四十大寿 我和丹丹是专程过来 给您过生日的 你看这蛋糕都 我生日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们没一个省心的 走 走 都给我走 都给我走 哥 好好好 走走走走 走 走吧 让大哥安静一会儿 他在那儿大喊大叫的 对孩子也不好 回家吧 丹 听话 爸 妈 我想你了 我心里好多话没地方说 我想你了 这都一天了 这肯定不是手机没电的事啊 你说他开饭店那么有钱 不会是让人给绑架了吧 这肯定不是手机没电的事啊 妈呀 要真是那样的话 可别出人命啊 你妈呀 你说啥呢 你才把她吓着 温敏啊 你这也真是的 你说他妹妹把你老公抢了 你觉得他那是好人吗 还跟他合伙做生意 真是 别说 小米包心 他不是有饭店吗 上饭店找他去 来 猴子 走 来 这边开 小米 小米 你有没有他们店里 其他人电话 没有 我从来没留过他们电话 他不是发财的大舅哥吗 要不你给发财打个电话 是 你不愿意打 我打 喂 发财啊 你在哪儿呢 这样 我问你个事啊 你的那个大舅哥姜涛 这几天你看见他了吗 没看见啊 那你问问他妹妹 知不知道他这几天去哪儿了 这样 我们呀是在这个 涛记小馆门口呢 想有点事找他 这样 你有什么消息 一定要给小米打个电话 好吧 等你电话 小米 李姐跟大刘他们住哪儿 你知道吗 大刘就住在这儿 李姐住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没事 反正住这儿的好办了 兴许他们晚上就回来了 找我住待兔啊 一晚上我没问题 你 但是我没问题 知道我 是在这儿的好办了 什么事啊 我先帮忙 就把我来到了 我先帮忙 我先帮忙 有什么事 要做吗 好 我先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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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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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 我去看 好 哥 哥 哥 有没有啊 没有啊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淡淡 咱们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好 没事 没事 人常说似是不惑 可是不惑之年我却有这么多的困惑 我没有尽到做哥哥的责任 让妹妹成了一个爱慕虚弱的人 我的懦弱没有控制住吴英的贪婪 一次又一次地忍让 导致今天这个局面 亲情 婚姻 我什么都没有了 这都两点了 他要住这儿早回来了 咱走吧 我相信我 砍 自己的其他一直都要 牵手 你堅持 一切都要 息则 就需要 永不可 你渡自己的每一个箱 一定要 你来 帮我 刀浪无动心生活 一片片心里是一个个希望 刀浪无动心生活 不服输的江脾气只忍一个人 放开烧脚奔着那好日子走 不顾鸟先来了希望的中子 摸下了春天收获着快乐 摸下了希望收获着快乐 转发快乐 转发快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